在不久前的一项活动上面呢 Proton 的 CEO 李春龙博士就讲了 这个 Proton S50 也就是这个 SS11 会在两个月内面试 然后讲到这边你以为我们要讲 S50 是吗? 不是 我们要讲另外一款车 因为在 S50 面试之前呢 就有人发现了 Proton 注册的另外一个名字 也就是 S70 这一款车你看它的数字你就知道 它的定位一定是高过 S50 的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它很有可能就是吉利的新锐 其实 YM 确实有消息指出 这个新锐好像真的要来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新锐是一款怎样的车子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吉利新锐 在影片这次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还不知道 BH Petro eCard App 是什么吗? 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了解的 只需要现在下载这个 BH Petro 的 eCard App 呢 然后注册用户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 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等待你来兑换 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 电子产品还有厨房用具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呢 来换取这个打油的优惠券 BH Petro 的机油 还有 BH Petro Mark 的独家商品 还有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 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 Automatic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 100 积分 BH Petro The Right Choice 吉利新锐呢是原厂在中国一款卖得非常好的四门房车车型啦 它也是首款吉利用这个CMA 平台 也就是 SC40 所采用的平台打造的四门房车 这一款车型呢原厂将它称之为这个紧凑型房车啦 可是实际上呢它的车身尺码非常的大 其中它的轴距达到了 2800mm 这个轴距会稍微比目前的 D Segment 车款小一点点 但是比 C Segment 车款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C 加 Segment 然后这一款车型拥有非常大气的外观设计 首先你看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的简洁 然后中网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水箱护罩 然后配上吉利的 Logo 看起来还很好看 如果是真的有 Proton 版本的话 你把它想象成这个 S90 的中网 然后配上 Proton 的 Logo 就可以了 然后除此之外这款车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安全系数非常的高 因为采用 CMA 平台的关系 所以它的安全性呢有遗传至 World War 的血统 这一款车在中国消费者给予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吉利的车款一直以来呢 都是主打这个外观跟内装设计 这次新瑞的内装设计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看非常的简约的 中国媒体给予这款车的评价就是 它的内装之高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也够足够简洁 你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 10.25 寸的数位化仪表 跟 12.3 寸的中央触屏主机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版本呢 应该就会使用我们熟悉的 Atlas OS 不过应该也会没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啦 然后这款车还有一点主打的就是 它支援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像是 ACC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都有 然后作为一款 C 加 Segment 尤其是它的车身车嘛 Jaging D Segment 它的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虽然你可能跟正统的 D Segment 例如讲 Accord 或者是 Camry 相比呢 它会略小一点 但是呢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呢 这一款车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应该会非常实用 它就是一辆妥妥的家庭车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辆车的后悬吊呢 是采用了 Mounti Link 设计 也就是讲舒适跟操控表现呢 都会比较不错 吉利 新锐在中国目前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2.0 公升的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四康引擎 两者都是涡轮增压 其中呢 2.0 的引擎最大马力表现 达到了 190 HP 缝制扭力表现 300 Nm 然后两者都是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器 变速箱 在这个中国呢 就有人讲这个新锐是降维打击 因为它的车身码大于一般的C-Segment 然后加上是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它确实对中国的一些日产C-Segment 例如讲 Massa 3 例如讲 Civic 例如讲 Corolla Autist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也就是为什么它的销量可以过万量 所以这台车其实还是不错的 而这个 1.5 公升的引擎加入呢 则是降低了这个新锐的价格 意图就是拉高它的销售成绩 不过暂时目前为止啦 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它的这个数据支出 1.5 的销量有到量 但是相信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吉利新锐这一款车呢 在中国的售价并不贵啦 它的价格大概是11万人民币 到14万人民币左右 大概一个这个range啦 所以它其实可以看出 它在中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OK啦 我们讲完这款车的一些细节之后啊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款车引进马来西亚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呢 目前 Proton 在马来西亚最贵的车款 就是这个 S94啦 也就是这个豪越 我们都知道 Proton 目前在这个四门房车的 这个阵容是比较薄弱的 其实目前它的四门房车只有两款车型 分别就是 Saga 跟 Pro Sona 然后基本上它是没有 C Segment 跟 D Segment 的 当然 C Segment 很快的就会被这个 S3 也就是 S50 给取代 那么 D Segment 呢 要知道其实从一直以来的 Proton 都有一款 D Segment 在市场上 就是以前的第一代 Perdana 也就是基于这个 Mitsubishi 车款打造的新车 还有这个第二代的 Perdana 也就是基于 Honda Accord 打造的新车 这些车款面试的主要目的呢 其实并不是为了销售给一般的消费者啦 而是给政府部门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政府部门使用 Perdana 那么自从 Perdana 停产了之后呢 政府部门就少了一个观车的选项 当然有一些政府部门选择了 SUV 但是 讲真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啦 D Segment 的 Sedan 对于 Proton 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或许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才会有这个 S70 出现的传能 而且 Proton 也确实注册了这个商标 诶 Bro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我的 BH Petro E-point 可以换什么物品咯 你看 有吸尘机 有吹风筒 有厨房用具 还有智能手机 还有哦 你可以用积分换这个打油的优惠圈 BH Petro 的引擎油 还有 BH Petro Mark 的这个独家商品 应有尽有 哇 那么好的 打油打风 又或者在 BH Petro Mark 消费 就可以换东西 哪里看的哦 要会员费的嘛 很简单 不用申请 不用会员费 你只需要在 Apple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下载 BH Petro E-card App 注册用户 就能在你每次打油的时候累积积分 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 在 BH Petro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 除此之外 最新的优惠和邮价更动 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 App 看到 还有还有 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 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Automachy 就能获得额外的 100 积分哦 赶快下载 BH Petro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积分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 哇 这个智能手机我想要很久了的哦 那我也马上去下载啦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 The Right Choice 而至于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 Proton S70 它会是这个吉利新锐呢 其实你看回目前这个吉利的产品线呢 能符合这个定位的车款并不多 其实目前吉利的这个产品线呢 有非常多的四门房车的 包括这个 D豪 然后 D豪 L 然后这个是冰锐 还有这个新锐 但是呢 这个冰锐 D豪 跟 D豪 L 三者的定位都非常的接近 尤其是 D豪 L 它跟 D豪相比呢 其实主要就是外观有一些差异 跟轴距比较长而已 所以如果为了这一款车 去申请一个 S70 的商标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啦 而且对于 Proton 来说 他们确实需要一款旗舰的四门房车 在市场上面 所以呢 我觉得新锐很有可能会存在 但是呢 目前这个消息并没有官方的证实 因为这几年呢 官方似乎学聪明了 他们把这个新车的消息呢 保密的非常的 真的好像国家机密一样 有时候 Proton 甚至会叫我们 手下留情一点不要爆太多我们新车的消息 所以我相信应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这一次 Proton 把新车的消息封锁得非常好 目前呢 我们仅知道 Proton 在 2024 年年初的新车规划 至于未来的新车规划 暂时没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呢 我们以后会精盯这个消息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啦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你对这个新锐或者是 Proton 传闻中的 S70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